这个征税范围 我们有一些很特殊很特殊的项目 这些特殊的项目 大家熟悉即可 不用背它 听一听原理 能够听懂 有一些关键字 简单的记一记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 有一些情况叫做伐墨物品 这个伐墨物品 我跟大家说 一般都是谁伐墨呀 国家的一家 一些什么行政机关伐墨 对不对 所以那种机关 如果说伐墨上来了 咱们全额上缴财政的 交给中央国库了 那就不用交增值税了 所以上缴财政的不交增值税 但是有一种情况 说这个机关伐墨进来了 是个经营单位 伐入 是个伐墨物品 那这种情况 我们说他拿去再销售 再卖去了 转卖去了 这种情况注意了 伐墨物品 您拿进来之后 对外再销售 是要征收增值税的 所以伐墨物品 两件事 一个上缴财政的不交税 第二个再销售的 就要交税了 第二个自产创新药 这个是鼓励我们国家 自己的生物之药产业 这种自产创新药 第一种情况 销售自产创新药 正常征收增值税 第二种情况 您用了第一次药之后 未来如果你还需要用药 我们这个生产企业把药免费赠送给你 注意了 后续免费使用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为了鼓励这个药企呢 针对这种生物的这药企业 我们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患者的使用信息 所以后续免费使用的自产创新药 就不征收增值税了 只征第一次用的 第一次销售的 征一道税就可以了 好 后面 单用途预付卡和多用途预付卡 这块呢 我来简单的给大家画一个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 那大家一看这个图 能看懂了就明白了 来 首先第一件事 是 有一个单位叫发卡方 这个发卡方啊 比如说过去 我记得有种卡 那种小蓝的卡 北京常用的叫商通卡 那个就是发卡方 第二件事 比如说思耳 思耳去商通买了卡 好 思耳把这卡给谁呢 肯定发给员工 对不对 比如说给了我 假设给了我 然后呢 我去干嘛呢 我去来剪头发 来 有这么几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第一件事 各位看 发卡方 因为发行 或者受卡 办理这些师傅结算业务 我们他要收一个钱 对不对 这个钱是什么 这个钱是他赚到的钱 所以手续费 佣金 结算费 管理费等等 这些业务收入 是我们发卡方 做这项业务 他所图的那个利润 他赚的就是这点手续费 所以这个手续费 正常缴纳增值税 那比如说 斯尔去那买了卡 斯尔给了人家 一百块 这一百块 他可能从中间扣 一个点 两个点 那个一个点 两个点 他要交税 但是这一百块 剩下的这个绝大部分内容 大家可以看这边 售卡 或者是持卡人 叫充值 取得的充值预收资金 就是那一百块 这一百块 是不交增值税的 那当然这一百块 也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为什么有这个规定 因为说白了 它是一个预收资金 这个资金沉淀在他这儿 我们未来可以用于我们去消费 对不对 好 斯尔现在把这个卡 给到我们员工 给到我了 我拿这张卡去发廊 剪个头发 一百块钱 刷的这个卡 好 这个时候 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剪发的发廊 要不要交增值税 告诉我要不要交 要交 但是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我没给他钱 对不对 我没给他钱 他的钱从哪来 他的钱从这儿给他 这是那个一百块 可能不是一百块 因为他抽了两块钱 扣两块钱 可能给他九十八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发廊 这九十八块钱 算是提供叫居民日常服务 对吧 生活服务里边的 他正常交税 好 所以呢 来看第二个 持卡人用这个卡到特约商户 过去购买货物 或者购买服务 特约商户正常缴纳增值税 但是他不能向陈硕开票 因为这个资金最终是从发卡方 给到这个发廊 最后 第三 特约商户收到这笔资金结算款的时候 向售卡方开一个普通发票就行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 涉及到好几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来 请问同学们 交税的有两个东西 哪两个 交税的有两个 第一个 他从中间收的手续费管理费 抽的成可能一个点可能两个点 他正常交税 第二个 发廊 发廊帮我剪头发 提供居民日常服务 正常交税 好 这两个交税 有一个不交税 哪个不交税 这个充值资金 在我刚刚充值进去的时候 不交税 好 这就是我们的单用途预付卡 和多用途预付卡 把这件事听懂了 这些东西稍稍记一下 充值资金或预收资金 不缴纳增值税 缴纳增值税的 有两个 第一个 手续费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 第二 特约商户 要缴纳增值税 所以 一个不交的 两个交的 能听懂吗 各位同学 好吗 能听懂吗 如果没问题的 评论区给我打一个吧 你先问谁给这个 持卡人拍票 问题非常好 这个东西呢 咱们等到后边 我再跟你说 这个发票怎么开 首先要告诉你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两方去得发票 发卡方 首先第一 私人得拿张票 对吧 私人得入账 得报销 他得入账用 所以私人先从发卡方 拿到一张 普通发票 这个普通发票 上面写的仨字 叫不征税的普通发票 然后这边 发廊 得给他开一个 普通发票 所以基本上发票的流向 就这两边 老陈在这过程当中拿票吗 不拿票啊 我这是企业的福利 给我拿一张卡 我就不要任何票了 我也不能去报销了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拿不到任何发票的 跟我没关系 好了 好吗 哎呦 有同学说没懂 这我再说一遍啊 好 第一件事发卡方 自而把100块钱资金 沉淀在发卡方 这叫做预收或者充值资金 这个发卡方 取得的预收或充值资金 不交增值税 第二件事 发卡方从这里边 赚到的扣的点 是他的手续费 结算费管理费 要交增值税 第三件事 我们去特约商户消费 特约商户卖货 或提供服务 正常交纳增值税 记住这么两件事 记住这么三个项目就可以了 好了 OK 这块就过了啊 不用再去深究它了 有同学问呢 这个什么时候交税啊 说这个具体的发票啊 什么时候入费用啊 不考 不用纠结它 好吗 发票咱们刚才也说了 但是发票呢 我告诉你在我们的CPA的 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当中 这块不需要大家去掌握那么多 这个发票怎么开 但是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未来学到了税务师 在我们涉税服务实务内科当中 这个是重点 每一个环节 我都会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 但是现在 CPA注快 这个东西 只要你记住 哪个征税 哪个不征税 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没有 好 OK 那如果我们这过了啊 如果不懂的话啊 回来再继续看一遍 咱们就不在这浪费太多时间了 后面 财政补贴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呢 是国家给的 国家给的财政补贴收入 企业收到了 到底交不交增值税 分情况讨论 如果这个财政补贴收入 是跟你的 注意看这 读一下这 跟你的销售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等等 反正是跟你的销售 挂钩的 不管是跟你的收入 挂钩 还是跟你卖的货的量 挂钩 只要是跟你的收入 或数量挂钩的 注意 要交增值税 所以把这个结论 划下来 跟你的收入 或数量挂钩的 什么叫挂钩 比如说 国家说了 我按照你的收入 这个月的收入的1% 给你发财政补贴 这叫挂钩 或者国家说了 我按照你卖的货物的数量 你卖一个货 我给你一分钱的补贴 这叫挂钩 所以挂钩的 记住 要交增值税 那其他情形 不挂钩的 不交 所以这不挂钩的财政补贴 记住 不交增值税 所以财政补贴很简单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补贴收入 OK 其他的有一些 不属于征税范围的特殊项目 第一个 满足一定条件的 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事业性收费 简单来说 这两个东西是政府收的 或行政机关收的 因为是政府收的 所以他们就不挣收增值税了 第二 第三 放在一块记 咱们前面其实说过了 单位跟员工之间 互相提供服务 员工给单位提供服务 单位给员工提供服务 这两个不管什么方向 都不交增值税 为什么呢 因为说白了 它是属于劳动合同下的 您提供这个服务 您赚的是工资 所以这个东西 单位和员工 不管谁给谁 都不征收增值税 这块记住了 这里面呢 原理想解说的就是 雇佣与被雇佣关系 那我们给单位提供的 或者单位给我们提供的 都是属于不属于 你对外经营 所以不征收增值税 好 除此之外 下面有几个特殊情况 这几个特殊情况呢 大家就得单独的记一下了 有一些情况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 有点复杂 我简单的去解释一下 大家如果说 能听懂太好了 如果说你说 我解释的东西啊 因为这个东西 确实很复杂 是涉及到企业重组并购的 那这块 如果你说你解释的东西 听不懂哈 那直接记结论 也是可以的 来 一个存款利息 我们不管是个人 还是单位 把钱存到银行 收到的存款利息 不征增值税 第二个 保险赔付 保险赔付啊 我刚才其实讲过了 大家还记得吗 为什么保险赔付 不征增值税 因为咱们出事故了 对吧 要不是车撞了 保险赔款 要不是咱们人呢 比如说生病了 对吧 去医院看病 所以保险赔款 不征收增值税 但是提问 各位同学 保险公司收的那个保费收入 按照什么项目交增值税 评论区告诉我 金融服务里边 那叫保险服务 按照那个东西 那是保费收入 它要交 好 下面 这个呢 记一个词就行了哈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这个东西说白了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交一部分钱 存在一个池子里 存在这个池子里 未来是干嘛的 修房子用的 所以说白了 这是业主直接交 未来用于修房子用的 叫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这个东西不征增值税 第七项比较复杂 第七项呢 是我们在资产业务重组的过程当中 不管方式是什么 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等 不管你的方式 注意条件 划下来 有食物资产 食物资产 举例子 设备 生产线 包括厂房啊 它也是属于食物 这我们食物包括了 动产和不动产 都是食物 跟 与它相关的 债权 债务 负债其实就是债务 还有劳动力 所以各位同学 四个项目缺一不可 资产 债权债务和劳动力 四个项目 如果我们是一块打包转让的 这种情况当中 其中涉及到的这些食物资产 什么设备 生产线 厂房的转让 记住 不征收增值税 这就是叫整体资产转让 或者你记四个字 叫打包转让 这种打包转让的情形 不征收增值税 对的 打包整体转让 所以来 存款利息 保险赔款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还有最后打包转让 这个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这些什么 食物资产的买卖 不征收增值税 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 这些不征增值税的项目 到这儿有没有问题 有人说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 我们刚才其实前面讲了 股权转让 就是单独买卖股权 不涉及到这些资产 这儿主要讲的是 有资产 也有债权债务 还有人员 所以它这是一个业务包 业务线的转让 不是股权转让 不是简单的股权转让 好 没问题 过了 最后这个讲过了 融资性售回租当中 我们那个打着引号的 出售资产 不征收增值税 因为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好了 各位同学 不征收增值税的项目 就这些内容 好了 下面 简单解答一个大家的问题 不征税等同于免税吗 记住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做一个区分 不征税说的是 这个东西不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 所以不缴达增值税 而免税它的概念是什么 免税的概念是 它属于征税范围 但是我国家给你一个政策的优惠 允许你免交增值税 所以这种情况在增值税里面 不征税和免税是不一样的 等我们后续学到进向税额的时候 大家需要关注一个点 预告一下 在进向税额里面 我们说有一些情况 是不得抵扣进向税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免税项目 它上一个环节负担的进向税 是不得抵扣的 所以这是免税的概念 跟我们不征税免税概念 还有关系的一个概念 叫做零税率 这个东西 我们等到税率那块 帮助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零税率 大家你要知道 零税率跟这俩又不是一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这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不征税 一个是免税 还有一个是零税率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复杂 对吗 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 我再帮助大家去解释 好 后面有一个叫做 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 范围的特殊行为 各位同学 这块我要放慢速度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 特别特别复杂 需要各位同学 必须理解 每个同学今天 在评论区的说话的 在屏幕前面的同学 你必须理解为先 理解之后 我们再服以一定程度的记忆 这是我们增值税征税率最难理解的一个行为 叫做视同销售 来吧 各位同学 我们进入到了增值税率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了 现在所有同学啊 如果有条件的给我站起来 腰板挺直了 收住核心 我们好好听这段内容 首先第一 我问大家 视同销售有没有真正发生真实的销售行为 没有 不然他就不叫视同了 所以什么叫视同销售 就是说 这件事 我们没有真实发生任何的销售行为 没有签销售合同 没有付销售款项 都没有 也没有销售额 所以没有发生 就是如果你要在用我们宽肠的理解 没有发生销售行为 但是我们却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要在这儿视同你销售了 那么来 结论先行 视同你销售了 我们最终最终落到增值税的结论 到底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视同你销售了 那你也得交增值税 明白不 所以这就是结论先行 为什么要视同销售 目的最终最终落到你的纸上 落到你计算的时候 您得给他算增值税 这个点各位同学能听懂不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哪些行为是视同销售 来 第一个情形 说这个老陈自己生产了一些东西 然后呢 生产一些东西没有销路 我们把呢 这些东西转交给一些商户 大商场 我说呢 商场 A商场 你帮我代销去吧 好 这个商场 帮老陈这个小作坊 生产出来东西 对外代销 这个时候 各位同学 我来问啊 这个销售算谁的 大家想一想这件事 到底是算商场的 还是算老陈的 我把东西交给商场 帮我代销 行了 大家各位 别争了 告诉你 税务机关说了 这件事 你们俩人 都要做销售 老陈这边 你把货物交付给他人 让商场帮你代销 你这边 要做一个 视同销售 商场销售 你帮别人代销的货物 这边 你也要做一个销售 我不管你 你们两个别扯皮 两边都给我做销售 那既然第一个环节做销售 我这边给商场开个发票 我的销项税 变成了商场的进项税 商场这边卖给下间 他这边又有一个销项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代销的情况 不管你是将货物交付给他人代销 还是说你是商场 卖的是代销货物 你们两边都要做 视同销售 所以这是第一类 第一类 代销 代销业务当中的双方 都要做视同销售 这是第一个 你看啊 目的是干嘛 目的就是为了 补齐我们这个增值税的销售 这个货物的链条 对吧 人没的给他补齐 好 代销双方都要做视同销售 这个好理解 第二个 叫做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注意啊 咱们先把概念读一下 两个以上机构 这个东西啊 实际是说的 总机构 分支机构 等等 总公司 分公司 或者是分公司 分公司 等等 那他们如果实行统一核算 将货物 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另外一个机构 用于销售的 好 到这儿断句 逗号 代表着 要视同销售 但是有一个情形除外 看 如果说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什么意思 同一县市的还用视同销售吗 不用了 那么结论是什么 异地的 对吧 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就不用视同销售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结论写上 异地的总分机构之间 分分机构之间 移送货物 用于销售的 要做视同销售 对吧 跨县市的 简称两字叫异地 为什么是这个原理啊 各位同学 比如说 我说我们这边 总公司设在北京 我们有一个分公司设在 比如说啊 这个青岛 青岛 那么这个时候 总公司啊 有一批货 但是呢 这批货呢 在北京销路不畅 好 总公司这批货进来 进来 进货是总公司进的 大家想一想 进项税在哪 总公司进的货 总公司付的钱 总公司拿到的发票 所以总公司这边有一个进项税 但是这批货在北京销路不好 好了 咱们说了 那我拿车装车 拉到青岛去 对吧 走高速路装到青岛去 看看到青岛那销路如何 好 发现到青岛那销售非常好 移送到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了 青岛呢 对外销售出去了 青岛既然对外销售出去了 他收到了钱 取得了销售额 他就得有一个销项税 那么各位同学 请问大家 我们刚才在增值税这个税收收入那儿 讲过了增值税属于什么税 中央跟地方的共享税 请问各位同学分成比例是多少 告诉我 分成比例是5比5 所以啊 有50%的增值税收入 是我们在地方税务机关要流程的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例子 请你告诉我 请你想一想 在这个例子当中 北京税务局吃亏了 还是青岛税务局吃亏了 思考一下 谁吃亏了 青岛税务局这儿 多收了一个销项税 但是这儿却没进相 北京税务局那儿啊 多抵了一个进相税 但是它却没销项 各位同学谁吃亏了 北京吃亏了 青岛税务局赚了 对不对 青岛税务局多收了税 北京税务局那儿少收了税 所以这个时候不公平了 产生了这种地域之间的 不公平的这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样 在这儿人为给他补一个 这叫视同销售 所以在这儿我们说了 北京的这个总公司 你要做一个销 这个销开发票 开发票到了青岛这儿 变成了一个进 这个环节 我们就要进行视同销售 所以这是叫 异地总分机构之间移送 用于销售的 我们在异地之间 要补一个环节 补一个链条 叫做视同销售 这儿能听懂吗 各位同学 需要你能听懂 听懂了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增值税啊 有一半是流程在地方的 好了 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9 我们过了 好了 非常好 前面代销 双方都做视同销售 异地总分机构之间 也要做视同销售 过了 那么这里面呢 原理详解 大家自己看一看 主要是不同地区 税源的问题 再往后 重点来了 第四项 我们直接给大家划掉 虽然法规里有 但是现在银改增之后 基本上已经没有 非应税项目了 所以第四项 大家不用管 不用看 不用记 不用纠结它 从第五项开始说 第五项 请各位一起阅读 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后面重不重要 重要 请记住 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前面重不重要 也重要 前面咱们也得画上 前面是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好了 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跟个人消费 为什么要时通销售啊 首先啊 先搞清楚 委托加工是一个什么环节 委托加工 说白了 就是我自己没有生产能力 我委托你 我把原材料发到你那去 让你帮我生产出一个货物来 大家告诉我 其实委托加工的本质 仍然是什么 让别人帮我生产 所以委托加工跟生产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 一块去理解它 没问题 对吧 好了 请问各位同学 自产的货物 我生产出一个东西来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为什么要做视同销售 咱们这儿确确实实是 没发生销售了 发给职工 做员工福利 然后呢 这个我们总经理都在吃饭 招待客户 给吃掉了 给喝掉了 为什么要做视同销售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东西 我生产出来 我生产这个环节 有没有产生增值 原来是一滩零部件 对吧 破铜乱铁 好 您把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 那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瓶那个擦脸的面霜 原来是一堆化工原料 您把一个包装精美的面霜 生产出来了 然后呢 发给咱们企业的女职工 作为集体福利了 这个环节有没有产生增值额 产生了增值额 既然产生了增值额 国家呀 为了把这部分增值额的税 给它增上来 所以我们说 你这儿要视同销售 得给国家交税 所以这个的目的是要针对 你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增值额 我们要收税 所以要求大家视同销售 这是第五项 有才说了 这个这是最终用户消费掉了 这个链条到这儿终结了 但是链条到这儿终结没关系 但是您最后一个环节产生增值了 当然要挣它的税 对吧 咱们不能说前面环节都挣税 你最后一个环节的增值额的税 我不要了 那不行 国家税源就会造成流失 好 这是第五个 六七八 放在一块记 来 先画关键词 投资 分配 无偿赠送 投资 投资是投给下家 投给子公司 这叫投资 分配是分配给谁 分配给咱们的股东 对吧 股东单位 往上分配 所以一个是投资往下面投 一个分配是往上边分 无偿赠送呢 就是跟你没有控股关系的 你赠送给其他的企业 其他的单位 用作他们在进行什么生产啊 经营啊等等 这是无偿赠送 所以这六七八三个 同学们可以简单的记三个字 投 分 送 好 这是后半句的关键词 投分送前半句 我们再来画 自产 委托加工 跟前面一样 但是注意 自产 委托加工 或者 够近的 投分送 这三个里边 有了 够近的情形了 注意各位同学 这跟第五个是不一样了 这三个情形 他们有够近 我们先来说一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 这里面 A B C D 等等 如果 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 D公司 把我们这一批货物 作为投资 投资给了他的子公司 是E 投资这个环节 产生没产生销售 没有产生销售 但是你会发现 投给我的子公司之后 我子公司收到了这批 甭管是货 还是原材料 我后边用于继续的生产经营 增值税的链条 会继续延续 所以大家发现 中间断了一个链条 因为他没卖 而是投资 所以我们要针对 中间断的那个链条 人为给他补上一个链条 这就是这件事的原理 当然了 网上分配 对外无偿赠送 都是同样的道理 您投资之后给了下间 分配之后给了股东 无偿赠送给了其他单位 他们最后对外 他们最后 接下来这个环节 可能都是要继续的进行生产经营 所以我们为了补足断掉的链条 所以我们针对投分送这里面 要视同销售 这是针对后半句的解释 再来前半句 这儿自产货 委托加工 大家应该是好理解的 对不对 我把一个货物生产起来了 生产出来了 投资了 分配了 赠送了 产生了增值额 而且要补足链条 所以当然要视同销售 但是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 要加一个购进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儿要加购进呢 而我们说 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却没有购进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您这儿的货物是购进了 我们后来投分送的情况 为了补足中间这个链条 我们要做一个环节 人为补充一个环节 视同销售 所以购进的货物 如果我们对外用于投分送 仍然在这个环节上流转 为了补足链条 要视同销售 但是 这个项目五 为什么没有购进的货物 这里只有自产 或委托加工的货物 所以项目五 大家想想 为什么没有购进 我来问大家两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问题 购进的货物 如果用于了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请问 中间这个环节产生没产生增值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回答我 比如说举个例子 私人教育 这个购进了一批这个面霜 说这个面霜呢 比如说是SK2神仙水 然后三八节送给我们的 马上到三八节了 送给我们的女性员工 女老师人手一瓶 SK2神仙水 那神仙水好像一瓶得八九百呢 对吧 购进了这个神仙水发给女员工 这个过程中 这个神仙水产生增值了吗 没有 没有发生增值 所以呢 第一件事 第一方面原因 没有发生增值 国家不需要额外再挣她的税 好 第二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原因 这个神仙水 女老师拿回家去了 这个小江老师 刘洋老师拿回家去了 干嘛去了 他不是用于后续的生产经营 对不对 他干嘛去了 拿下 呼到脸上去了 拍到脸上去了 用掉了 最终消费环节了 没有后边这些环节了 所以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购进神仙水 发给职工做集体福利 没有产生增值 第二方面原因 职工拿回去 自己都消费掉了 这是最终消费环节 没有后续的链条了 所以出于这么两方面的原因 如果是购进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记住 不需要视同销售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处理呢 需要 因为这个购进的神仙水 发给职工 没有产生后面的销向税 我们要本着配比 匹配的原则 你既然没有产生销向税 我们的处理是 你的进向税是不得抵扣的 当然这个进向税 不得抵扣是后化了 我们到进向税那块 再帮助大家讲 所以各位同学 现在结论出来了 购进的货物 如果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是不需要视同销售的 而如果购进的货物 用于投分送 他们后边仍然是 投资出去了 分配出去了 无偿赠送出去了 这个链条仍然会继续流转 所以我们购进的货物 用于投分送 要进行视同销售 所以各位同学到这儿 我们来问问大家 能不能听懂 这是我们的原理 能不能听懂 好吧 分给股东的 为什么要交税呢 来啊 来 这儿呢 我相信同学们有一个问题 同学们肯定脑子里边 有一个疑问 说分配给股东的 是不是股东也给消费掉了呀 然后你说无偿赠送的 是不是无偿赠送给些个人 他们也给忽脸上消费掉了呢 我告诉你啊 这些情况 你不要老想着咱们那个个人消费掉情况 你要想着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他们都是股东是企业 无偿赠送的也是其他的企业 那你想啊 我这个股东 我要点钱不好吗 我为什么想要你这个货 告诉我为什么 那肯定是你这个货 我需要它 我要么你这个货 我能拿来继续连续生产 我能再生产再加工 我继续我的链条 生产销售链条 所以啊 股东你就想那个是企业 他要用这批货 用这个想法 如果是无偿赠送 你也要想 无偿赠送给的人 他可能是个人 也可能是企业 但是我们增值税啊 定立这个法规 我们当然要涵盖 那个主要是企业的情形 那你说个人误伤了 误伤了没办法 你就按照这个规定去交税 不行了 所以赠送给企业 人家企业为什么要你这批货 他当然能够拿来继续 后续的生产经营 我能拿来连续加工 我能拿来再生产 或者我能拿来对外转卖 所以无偿赠送 我们也是主要针对的是 这种企业的情形 所以我们有了这种规定 针对投分送 我们就默认 他后续增值税的流转链条 是要继续发生的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要补足中间这个链条 需要进行视同销售 有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 对的 大部分情况就是为了堵塞漏洞 好了吗 听懂了 可以坐下 可以坐下了 现在听懂了大家可以坐下了 OK 坐下之后简单的来记一记 来吧 我们捋一下 视同销售到底有哪些情形 跟为期捋 第一个情形 代销 双方都要做视同销售 第二个 异地总分机构之间移送 这咱们也懂了 必须是异地的 那如果要是都在北京 要不要做了 不用麻烦了 为什么 这说白了都是北京市税务局的税收收入 对吧 您不管在哪个区都是北京市税务局 所以这个呢就了解 同一个地区的就不用了 所以异地总分机构之间移送 到这儿 非应税 滑掉 自产委托加工 可以记两字 自伪 自伪的用于 即服各销 要 视同销售 自伪够近的 自产 委托加工 加够近的 用于 投分送 要视同销售 最后 有一个特殊结论 如果是外购的 或者是 够近的 用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不需要视同销售 采用的处理是 进项税 不得抵扣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 视同销售的条目 各位同学 非常好 你们现在 已经 掌握了咱们增值税里 最难的一块知识 非常棒 给你们舒打拇指 好了 后边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货物 对吧 你看啊 注意了 刚才每个都是货物 货物货物 那么现在呢 银改增之后 有很多服务啊 无形资产啊 不动产啊 记住了 如果是我们 无偿销售 服务 无偿转让 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 结论 要视同销售 只要是你无偿提供的 无偿转让的 我们都是 要视同销售 但是 有一个 除外情形 画下来 哪种情形 除外 公益活动 或者以社会公众 以公益活动为目的 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 除外 除外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不需要视同销售 不用交增值税 所以各位同学 记住 无偿提供的服务 转让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仍然要视同销售 但是 有两个 公的 除外 所以我们说这的结论 简单的计 双公 除外 这个双公代表就是 一个是公益活动 一个是社会公众 用于这两个公的是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要 视同销售 双公 除外 好了 在这儿 注意了啊 我来提问 看看大家对前面的知识 掌握怎么样啊 如果我这是自产的 委托加工的或购进的货物 对外 无偿赠送 无偿赠送给的是双公的情形 请问各位同学 要不要视同销售 来 评论区回答我 要不要 我告诉你啊 看提示 解答了你们这个问题了 自产 委托加工 或者购进的货物 对外 无偿赠送 注意 没有上边这个双公除外的例外规定 没有 那结论就是 需要按照视同销售的规定进行处理 需要缴纳增值税 那你说老师这块 这个政策不公平啊 没办法 就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段期间之内啊 暂时性的 针对目标脱贫地区 必须有一个特殊 非常非常特殊的优惠政策 这个政策 大家现在先有个了解 我们到了税收优惠那块 再去讲它 好 所以记住了啊 如果是货物 如果是货物的情况 没有这个除外情形 也就是说货物 你对外无偿赠送 用于公益事业 社会公众的 一般情况下 也都要视同销售 交纳增值税 只有一个除外 目标脱贫 好了 那么这里面 其中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是写在我们教材里面的 所以大家还是看一下 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 比如说抗震救灾 我们无偿提供一些铁路运输服务 比如说海外 发生了一些动乱等等 我们对外去撤侨 地震海啸 比如说土耳其地震 我们就航空运输撤侨服务 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它们就叫做用于公益事业的 其实就是跟我们上面的一般原则是一样的 它们是用于公益事业的 所以不用视同销售 能听懂吗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举个例子 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 好了 来 这呢原理详解 为什么要视同销售 其实我刚才啊 已经七八成 大家都给大家解释完了 所以各位呢 课后 如果时间来得及 把这个原理详解 咱们再自己看一看 自己再吸收一下 好吗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上面前面都解释过了 所以我们不再重复 在这儿 各位同学 简单捋一下 因为大家这块内容呢 比较乱 你们呢脑容量都有限 咱们简单的捋一下 视同销售 到底有哪些情形 跟我一起回顾 第一 代销 代销 两方 双方都要做视同销售 第二个 异地 总分机构之间 移送 但是这个移送 必须是叫用于销售的 用于销售的移送 我们为了平衡 这个增值税的税源 在各地方之间的分配 我们要求你视同销售 第三个 自伪 自伪的用于什么呢 用于集体福利 和个人消费 注意这儿 是货物 还有 自伪 外来一个 构进的货物 自伪构进的 用于什么呢 用于三个项目 投 分 送 自产 委托加工构进的货物 用于投分送 也要视同销售 货物说完了 来说服务 服务 包括 无形资产 和不动产 服务 无形资产 和不动产的规定是 只要是对外 无偿 提供的 包括了 无偿提供服务 无偿转让的 只要是无偿的 我们就要 视同销售 但是 有没有除外情形 有除外情形 双公 情形 除外 这就是我们 所有的 视同销售的 项目 各位同学 一张纸 其实咱们就 总结下来了 就串下来了 这些内容呢 我告诉大家 大家自己课后 一定要消化吸收 比较重要 好吗 有没有问题 如果需要截图的 三二一 在这呢 简单提示几个 重点内容 来 这儿 购尽的货物 如果用于 这两个用途 需不需要 视同销售 不需要 视同销售 我们用的是 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 处理 然后 自产委托加工货 购尽的货物 这儿 对外无偿赠送了 有没有说 双工除外 没有 双工的 你对外无偿 赠送的货物 赠送给双工的 仍然要 视同销售 所以这么两个 帮助大家在这儿 写了两个 大家容易混 容易计诧的地方 基本上 这就是我们 视同销售的 所有内容 好了 各位同学 来 需要截图的 倒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怎么样 OK不 没问题的 评论区给我打一个 零 好了 相信各位同学 咱们今天 视同销售的 所有内容 都已经搞定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 最难啃的骨头 OK吗 非常好 给你们鼓鼓掌 非常棒 好了 上课就把视同销售 搞定了 来 继续 这有一个小问题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和无常送送 到底如何区分呢 集体福利呢 我们在题目当中 我告诉大家 什么 职工食堂 单位宿舍 还有什么职工洗澡 澡堂的 包括 这个单位上下班 给全体职工 那个班车 这几个是我们 在题目当中 经常出现的 叫做集体福利 或者比如说 那个三八节 发给员工做福利 这是集体福利 所以这几个项目 记住了集体福利 明白不 好 个人消费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说这个厂子 是产白酒的 产白酒啊 吃饭 宴请客户 咱给喝了 对不对 所以自产的 什么酒水啊 食品啊 饮料啊 用于什么 招待客户 喝了 吃了等等 这叫个人消费 无偿赠送 主要强调的是 全属发生转移了 所以这是 无偿赠送 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就可以来 动动手 练题目 注意了 各位同学 来 练题了 来 第一个 我问啊 下列各项行为 给我判断 是不是属于 视同销售 第一个 跟我读题 服装公司将 自产的服装 交给百货公司 代销 属不属于 评论区强答 第一个 属于 代销 我们说了啊 这个服装公司 要做视同销售 那百货公司 它也得做视同销售 第二个 化妆品公司 将自产的 化妆品小样 赠送给客户 属不属于 视同销售 属不属于 想啊 诶 有一个人说 不属于啊 不用考虑 这个客户是谁 不用管 我相信你可能觉得 说这个 给客户 是不是给了 那个个人呢 是不是擦到脸上了 你不用考虑这个 是不是自产的货物 是自产的货物 是不是无偿赠送 是无偿赠送 那你就记住了 自产的货物 无偿赠送 投分送 甭管送给谁 都是视同销售 所以第二个属于 第三个 白酒生产企业 将委托加工 收回的白酒 分配给股东单位 这就是典型的 自尾的 分 投分送当中的分 分配给股东单位 钥匙同销售 再来第四个 电脑生产企业 将自产的笔记本电脑 用于年会抽奖 奖励给了职工 典型的集体福利 告诉我 四 属不属于 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我们这是 自产的和委托加工的 要做视同销售 对吧 所以自产的 用于集体福利 要视同销售 五 坚果公司 将外购的姓人 作为中秋节的福利 发放给职工 请问 要不要视同销售 不错啊 大家都能分辨出来 这是属于什么 购进的 用于了 集体福利 注意 购进的货物 用于了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我们不用视同销售 采用的处理是 进相税不得抵扣 所以这个项目 不属于 非常好 再来第六个 线下零售商品 列是零售商 将其的品牌 和连锁经营权 这玩意儿是什么 无形资产了 无形资产 无偿转让给 某互联网电商企业 哎 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一个案例啊 要不要视同销售 属不属于 我把无形资产 对外无偿转让 无偿转让就是 无偿赠送 要不要 又不是什么双工的 所以当然要视同销售 第七项 航空公司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 境外撤侨服务 这个咱们刚才说了 不属于 所以呢 我们就不用视同销售 这个就是不征收 增证税 好了 所以这 1234567 结论是 12346都属于 5和7不属于 好了 各位同学 有没有问题 大家非常棒啊 每一个咱们都判断出来了 我告诉你做题当中 我们就运用这种判断方法 你每一个就都能做对了 好了 再来 我们除了视同销售之外 咱们继续啊 后边有两个特殊的情况 这两个特殊情况呢 一个叫做混合销售行为 一个叫做坚营 我们先把名字画出来 这需要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这个东西呢 我告诉大家 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在选择题当中考 他甚至也有可能在综合题当中 给你出现一个 在题目的背景当中 出现一个混合销售行为 所以咱们在这儿先听懂 听懂之后 我告诉你在题目当中 你找什么关键词 找什么字眼 就一定能做对 首先第一件事混合销售行为 注意先读题 读概念 混合销售是一项销售行为 来画下来 这个一项非常关键 一项什么意思 同一项销售行为 我就发生了一个销售行为 注意同时涉及货物和服务 注意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强调只能是货家服务 说货家劳行不行 劳是什么 劳务不行 说服家服务行不行 不行 说劳家服务行不行 也不行 我们这混合销售定义非常狭窄 只有货物和服务 所以这里面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了货物和服务为混合销售 混合销售直接看结论 按主业交税 什么叫按主业交税 就看看这个纳税人 他主营业务是干嘛的 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家具城 卖了我一个沙发家具城 卖了我一个沙发 他同时提供了这个送货服务 各位同学告诉我 先判断属不属于混合销售 来评论去告诉我 属不属于 属于 那这家具城主营业务是什么呀 那不就卖家具吗 所以他就是销售货物的 这家具城人家主营业务不是运输的 所以这个家具城他主营是卖货的 那这个时候 沙发的钱和运费的钱 都是按照销售货物征税 所以来看第一个 从事货物生产批发零售的单位 他的混合销售按照销售货物 其他的按照销售服务 明白了吗 那我再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其他的 有没有混合销售 也有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 哎 今天晚上去唱K吧 唱KTV剧啊 去唱KTV 唱KTV呢 得买点啤酒 对吧 来一袋啤酒 百味 好了 来这 那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我在唱K的时候 来 我跟他买了一袋啤酒 你告诉我 这属不属于混合销售 属不属于 那一箱啤酒 是什么 那一箱百味是货 对不对 KTV人家是给我提供的娱乐服务 所以这种情况 各位同学 有货物 也有服务 属于混合销售 那你告诉我 那个KTV 按照什么交税啊 按照销售服务交税 对吧 所以这种时候 那KTV 它的主页肯定是服务的 所以按主页 所以这儿 没问题了 很简单 那么下面有一个特殊规定 这个特殊规定 没办法 单独记忆 来 这儿说的是什么 看啊 销售活动板房 很特殊的 就是那个建筑工地里边 那种能拆除的那种活动板房 有可能是作为一个 那个施工的 师傅的 工程堆的 那个宿舍的那种东西 对吧 什么厕所那种东西 销售机器设备 销售钢结构件 销售这些自产货物的同时 这三个 稍稍记一下 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 卖这些货物的同时 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我们只局限于这三类货物 同时服务 我们只局限于建筑安装服务 这种情况 按照我们一般规则 同学们先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货物 有货物 在这儿呢 有没有服务 有服务 建筑服务吗 所以这种情况按照我们的一般原则来判断 它应该属于混合销售 但是 为了降低我们这种情况下的税负 我们说了 不属于混合销售 我们要求你分别核算 分别核算 货物归货物 服务归服务 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和征收率 这个特殊情形 单独计 你卖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钢结构件 那你就是按货物来 同时提供的建筑安装服务 咱们如果单独核算 直接就按建筑安装的来 当然了 我告诉大家 未来我们学到简易计税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啊 这种情况 针对建筑安装服务 我们有一个 可以让你试用简易计税方法 我们的征收率 有一个优惠 所以最低最低 您这个建安服务的征收率 能够降到三个点 所以卖这些货物的时候 正常是13个点 没问题 那您提供这个建安服务 咱们就能拉下来 征收率降到三个点 所以这个政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目的 大家都知道 增值税 税付是一个转嫁的 会转嫁到我们最终消费者头上 所以最终目的就是 这种情况 我们要降低咱们最终消费者 所负担的增值税 是这个目的 那我来再问大家一下 这种情况下 如果如果咱不用 不用这个特殊政策 那你告诉我这种情况 建筑安装服务 按什么交税啊 按主业吗 那你就按这13%交税了 明白了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降低税付 了解即可 但是这个政策 咱们得单独记一下 这就是混合销售 下面兼营 什么叫兼营 比如说 这个我家附近 有个商场叫朝阳大卫城 这个朝阳大卫城 这个里边有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说 有电影院 然后有餐馆 然后有卖衣服的 然后有溜冰厂 然后还有那个游戏机厅 好了 各位同学 我去商场里边 我是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爱玩什么玩什么 我爱买什么买什么 这种情况下 商场多业经营 它属于什么 适用于不同税率 或不同征收率 所以这个商场 我们对它的要求是什么 分开核算 分别核算 对吧 您溜冰厂 那就是溜冰厂 电影院就是电影院 等等 卖货 吃饭等等 还有超市等等 分别核算 分别核算 那就分别试用各自的税率 征收率 问题来了 如果说这个商场 这个账一团糟 没有分别核算 结论是什么 如果您没有分别核算的 国家不吃亏 税务局不吃亏 您这个账 你不是算不明白吗 那你就按照 这个最高的 来给我交税 就行了 所以记住 兼营的情况下 我们要求分别核算 那如果说您实在没有分别核算的 从高即征 这个原则叫做税务局不吃亏原则 对吧 税务局不能让利给你 所以税务局是绝对不能吃亏的 所以这种情况 记住 从高 这个呢 我们未来在这个教材里面 这个科目里面 会屡次提到过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记住 从高俩字 行 税务局不吃亏 对吧 您就按照高的交 就完了 好了 这就是兼营行为 好了 各位同学 我看到大家说了 这个大脑已经涣散了 行了 兼营和混合销售的变析 那么兼营呢 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只去玩一项 只去买一项 对吧 那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销售行为 要分别核算 但是混合销售 要求在同一项销售行为当中 来了 关键信息 各位同学解题 怎么解 注意了 在题目当中 如果出现了俩字 把这俩字给我画下来 同时 出现了同时俩字 代表着什么 告诉我 如果题目当中出现了 这个题干当中出现 说这个 这个这个单位 说在干什么什么同时 同时干了什么什么 那记住这个同时什么意思 代表着就是说 同一项销售行为 那你看看 是不是货物加服务 如果是货物加服务 就必然是混合销售 按主页 所以最终最终落到了 还是记着俩字 在题目当中找着两个关键字就行了 好了 听懂了吗 各位同学 没问题的 评论区扣一个1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结束了 我希望啊 各位同学 还是 嗯 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脑子有点混乱啊 学的东西太多了 来 把这几个例子 咱们练完了 咱们就下课 来吧 第一个 某建材商店为这个李四提供装饰服务 同时还销售建材给张三 注意 是不是混合销售 是不是混合销售 注意注意注意 一个张三一个李四是两个不同的销售行为 所以坑在哪 不同的人当然是不同的行为 所以这是奸淫 看错了哈 OK 没问题 掉坑了 来第二个 酒店提供住宿的同时提供一次性的这种洗漱用品 属不属于 属于 这是一个销售行为 对吧 那咱们就住这一次店 住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啊 酒店会给你提供这种洗漱用品 洗发水什么的 所以二是OK 没问题 来第三个 饭店提供餐饮服务的同时 向就餐客人销售饮料酒水 注意同时同时说明是一桌客人 一桌客人点了餐 同时买了一瓶啤酒 这是什么 混合销售 没问题 因为它有同时俩字 后面 某家电商城销售冰箱并送货上门 有了个并 同时提供的送货服务 运输服务属于混合销售 没问题 第五个 假公司既提供设计服务 又提供装饰装修服务 这就不属于了 他就说 我的业务范围有多种多样的 我们可以是在不同的销售行为当中 所以这最后一个算是奸淫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来吧 那个最后还是老样子啊 首先那个客户作业我们会在社群当中给大家发布下来 所以同学们不用着急 客户作业会在社群当中发布 来 后面 有节语 有寄语 今天啊 各位同学我们到了第二章 第二章是增值税 是一座大山 劝退章节 所以各位同学都知道今天这个增值税难 我来问问同学们啊 来小四瓜谈了课程评价先帮我打一个评价 我来问问各位同学们 今天啊 听到这三个小时过去了 你觉得还OK的 还OK的 给我评论去抠一个2 真的 说实在的 各位同学今天咱们这块内容是比较难的 你们学了增税范围呢 是又多又杂又零又碎 你们还学了视同销售呢 是特别难的一个概念 所以各位同学今天坚持到现在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你相信我 你们绝对没问题的 绝对绝对没问题的 对我对你们自己都要有信心 那么肯定有一些同学觉得难 听不懂 有些东西呢 咱们可能回来还要再去复盘一下 不管你是采用回来看讲义自己复习 还是说回来再来听一遍课 然后呢这个知识点咱们倍速再听一遍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 咱们回过头来再解决一遍 再听一遍再看一遍 你相信我 你一定会觉得柳暗花明 你会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 我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做到这么几件事 在我们整个睡法的学习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不要怕前面的艰难险阻 睡法的学习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增值税就算翻完了 后边还有企业所的税 还有个人所的税 太多难点了 千万不要害怕 听吗 千万不要害怕困难 同时 今天在评论区跟我反馈的跟我互动的跟我打字的各位同学 我希望未来在每一堂睡法的直播课当中都能看到你们的ID 我也请各位同学互相监督一下 你们不有班级群吗 你们这个班级群同学记住了 大家互相监督 今儿晚上睡法课 你们你们你们ABCD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听课 好不好 咱们一块相约过来在睡法课堂上见面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不管到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到最后你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或者是你在学习当中遇到了一些特别特别难的点 我希望大家做到最后三个字 不放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我们这个充满艰难险阻的生活当中 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一件事 特别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希望各位同学能做到这三点 这是我第二次课上对大家的要求 希望大家一以贯之 咱们做到最后一节课 听到了吗 各位同学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各位同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